上一次我們已經講解了FDM、DLP和SL機的分別 我們收到很多觀眾反映DLP機革後 可能是很複雜 但其實一點都不複雜 不如跟我一起看看 我們已經成功印出這件模特兒 首先我們要準備以下這件東西 首先有手套、酒精、膠盤、橙、毛筆掃 還有一個UE的燈箱 首先我們要準備手套一對 因為不同人對一個樹脂有敏感的情況出現 所以我建議大家可以準備一對手套 防止有敏感的情況出現 第二,大約最好是準備兩個膠盤 一個膠盤是裝一個酒精 清洗一個模特兒 另一個膠盤是裝多餘的樹脂 然後第二,要準備95%以上的酒精 因為印完用DLP或SL機 印出來的模特兒 上面是有些樹脂黏在這裡 你需要用95%以上的酒精 才可以清洗到上面黏著的多餘的毒 然後我們要準備一個鏟 就是將一個模特兒在列印板上鏟氣它 然後要準備一支 最好要準備一支木骨掃 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模特兒 上面可能有一些比較微細的位置 這些酒精可能未夠深入去清理 所以我們最好準備一支木骨掃 可以容易清理 最後我們要準備一個UV燈箱 就是最後的步驟將這個模特兒進行到畫 首先我們先放入手套 然後把酒精 然後把酒精倒在上面的膠盤上 然後把酒精倒在上面的膠盤上 倒的數量就視乎你印的模特兒的大小 最好就可以浸住它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鏟 然後把這個模特兒在這個攝影板上面 塗起它 然後這個步驟 我們將這些Vacine 在這些高濃度酒精上面 清洗乾淨 然後你會看到有些比較仔細的位置 你就可以用一支無筆掃 掃平 把酒精掃進去 將最後的清理 當已經將所有在表面多餘的Vacine 都清理乾淨之後 我們就可以將它放入一個紫外光燈箱裡 進行最後的固化 好 這個步驟就是這樣 然後只需要等到差不多的時間 讓它的模型給適當的紫外光燈 照著的時間 它最後就會固化了 好了 好了 到我們最後的步驟 就是清理用具 記得所有用Vacine 觸碰過的 或使用過的紫外粉 記得要用洗潔精去清理 否則 那件用具上面 都還有一種黏黏黏的感覺 製作是否很簡單呢 大家也可以快點去買 我們這個MINGDA M120 回家自己試一下 記得要選一部閉合式的機器 因為這樣才有鋪頭 這個教育局的要求